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美比赛的奖 然后到美国在一个公司做形象大使 公司支持他申请O1的杰出人才的签证 顺利的得到了批准 那么今天我们这里稍微具体的讲一下一个最近的例子 2019年4月 这个是移民局公布的案例 EB1A杰出人才需要在十项条件里满足至少三项 另外两步法都要满足 这个申请人呢 他是一个叫fashion model表演走台的 他在纽约工作 没有获得大奖 移民局经过检查认为申请人符合十项条件里 那三条呢 第一媒体报道 关于他的照片登在有的时尚杂志的封面上 另外呢 也有杂志里面文章报道 第二呢 高工资 高工资这一条呢 一般不容易满足 因为呢 你要和同类别 同职位的人相比 比如说董事长 收入需要和同样类别的人相比 比其他的一般的员工可能高 但是和同类别的呢 不一定 而且呢 这个高工资呢 只看基本工资 其他的说的股票收入 其他的收益等等 这些不算 所以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的 但是这一位申请人呢 因为他比较有名 各种排档排得很满 所以呢 总体来说 收入比同行要高很多 符合了高工资这一条 那第三条是什么呢 展示工作成果 那如果作为画家和画展 如果你作为导演 电影得到播放 不管是在电影节还是在影院 这都算展示工作成果 那么这个模特呢 他走台在时尚秀出演 也算是展示工作成果 这是移民局认可的 那类似的呢 我们曾经有位客户是化妆师 经过他手化妆的人物演电影 取得了比较好的票房 这个呢 也可以作为展示他的成果 那么这样呢 就符合了这至少三条 媒体报道很重要 高工资 展示工作成果 移民局呢 另外根据两部法确认 这位申请人在本领域处于突出的顶尖的位置 移民局引用了一些媒体报道的内容 包括呢 对申请人的评论和本领域其他人的相比 讲到他在本领域的地位等等 这些媒体报道的内容证明 这位申请人在他的领域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 比如说呢 有一份杂志把这位申请人称作 one of the top models 在审理意见中都得到了引用 受到了重视 那么总体来说 从这个案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第一 杰出人才不仅仅限于理工科 你在任何一行里面只要达到了非常出色的成果 第二呢 申请的时候要有客观证据 我们以前也讲到过 媒体报道很重要 尤其是英文媒体 相对来说比较主流的媒体 有的主流媒体报纸 星期天的报纸一下能够有好几十版 其中一版报道了这申请人的工作 这不一定是整版了 这一版的一小部分媒体报道是相当重要的证据 最后一条呢 大家讲叫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不一定要有量化的比试 像这个模特呢 到底在所有模特里排名第几 有什么样的客观标准来证明 并不是说量化 一定要这样 比如我在网上呢 读到有一个笑话 说有的代表团参观美国名校 就说 这个是美国很有名的大学 全世界排名第几啊 美国排名第几 这个呢 可能还有这个数字 然后大学外面讲说 这一片呢 是非常有名的海滩 来访的人说 那这个海滩全世界排名第几 在美国排名第几 恐怕没有这样的排名 可以看到呢 对于有一些申请人来说 你需要证明 当然在本领域有突出成就 但是呢 不一定说都要量化 对于体育类的嘛 可能有的一个名次 对于有的艺术类 商业类等等 只要有相对比较充足的证据 能够证明在过去取得的成就 得到大家的认可 一般就可以 标准也是多元化的 我们这一个视频的题目是 时尚模特怎样拿杰出人才绿卡 根据移民局最近的一个判例 给大家做介绍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